稅入還有稅初的一個編列的一個狀況 金融市政府2024年總預算出爐 稅入預算為238億元 較今年196億元增加了42億 主要為中央計畫型補助收入 我們113年度的這個稅入預算 我們是編列了是238億4273萬4千元 那相較於前期呢 前期是112年196億3520萬 那總共是增加了42億753萬多 這是關於稅入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那主要稅入的增加是有哪些項目呢 那首先是關於中央計畫型的補助 大概有19億左右 那再來是一般性的補助 大概是9億多 還有是統籌分配款 約佔8億 還有軍公教調整代遇的補助經費 約是2.8億 至於稅出的部分 113年度稅出為240億9千萬 相較112年度196億元增加了44億元 主要是因應中央補助計畫 電付款轉正案 如果將我們這個稅出的預算 按照我們正式別的這個結構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在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的占比呢 是達到了32.47% 那預算的金額呢 是來到了78.24億 那在第二高的部分呢 是我們社會福利的支出 它的比例呢 是18.55% 那它的預算金額呢 是44.71億 那第三高的就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支出 是13.26% 那呢 是31.96億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就是關於我們稅出 預算的一個主要項目 那總共是有19下 到113年底 我們的債務余額會到66.04億元 那相當於是 我們已經 我們的這個債務余額會減少 一個億的一個規模 那我們也期盼呢 就是因為有 有鑑於我們上任時的這個部分 我們仍然 有鑑於說我們基隆市 有很多的這種捷運 還有各項市政的一個推動 那我們仍然呢 是有這部分能力 來進行一個債務的償還 那我們也期望說 能夠用有限的一個資源 來發揮最大的一個效益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雖然是有短差 可是借薪在還救債的部分 我們中間 還是有竭力的在還1億元 此外外界關心 電動機車預算部分 市任府指出 今年電動機車 已經追加預算3.8億元 將是今年申請情況 明年可以編追加預算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一百七十三萬四千元 好 那相較於前期是一百九十六億三千萬元整 那總共呢是增加 今年度是增加了四十四億六千元